今天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去剪了一個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髮型 因為就是設計師說想要幫我弄一個 就是蠻韓系的髮型 然後 因為我臉長得還蠻抬的嘛 所以我現在就處於一個很尷尬的階段 就是這邊很韓 然後這邊很抬 這樣就會變得 要韓不韓要抬不抬 但我自己覺得還蠻滿意的髮型耶 但 他有抹很多髮膠 所以大概洗掉就沒了 好 真理現在這個樣子 然後 趕快來拍一支影片 那今天要拍什麼影片呢 就是 我們的巨嬰又在發脾氣了 那 請帶我娓娓道來 我們現在還在戰爭中 就是啊 其實很多人會問我就是 如果是 騎女然後一起工作 因為大家就知道我們現在辦公室戀情嘛 我們是在同一個地方上班 那會不會因為同一個地方上班的關係 然後容易爭吵 或者是 相組上有什麼摩擦跟問題之類的 因為畢竟就是遭久晚五 然後整天都看到對方嘛 當然啦 我們當然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 一定會有一些感情出現什麼狀況之類的 或是爭執之類的 我們當然有 但其實基本上都會很快的化解掉 但今天 大頭 不受話了 他真的生氣了 那你覺得是誰對誰錯 你啊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事情的原味 那事情是這樣子的 就是因為現在防疫保單的關係 然後很多很多人在問 然後 我們這兩天就一直在忙那個防疫保單 然後剛剛大頭的客戶就問他說 那個疫苗險他明天要去打還是後天啊 反正就是可能這一陣子要去打 然後問說 怎麼樣的方式可以最快出單 就是最快那個保險期間會生效 然後大頭問我說 那怎樣最快可以讓他生效 這個時候我就有點不高興了 我就有點不耐煩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已經回答他N百遍了 就是 怎麼樣的方式最快 就是你先用紙本 然後線上報備 他隔天就生效 或者是你用線上出單 你今天腳配隔天生效 所以最快生效的日期就是隔天 只要你有暗部就班了 最快就是隔天會生效 那剛剛大頭的問題是 有什麼方式他可以最快生效 好這個問題我就不懂了 就是我不是回答過你很多次嗎 就是兩種方式嘛 那最快都是隔天生效 所以你問我哪一種方式 最快生效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你啊 因為兩種都是一樣的 然後都是隔天生效 然後大頭這個時候就爆炸了 他突然爆炸然後跟我說 他就回答一個好不就好了 或者是對 或錯 我就說可是這個問題是一個很開放式的問句啊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你啊 哪種方式最快生效 要嘛就是A要嘛就是B 但他是一樣快的啊 然後我就有點不高興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已經回答大概四五遍有了 但是你都沒有聽 我就有點不耐煩的回答他 你要告訴我的事 他是要用哪一種方式 或者是他要出什麼東西 啊你就直接回我一個 哪個方式最快生效 我怎麼知道我要怎麼回答你 所以我也不高興 然後我不耐煩 他就覺得 為什麼我只是問你一個問題 你簡單回答我對跟錯就好了 你要不高興 但我就不懂啊 這不是對跟錯就可以回答到問題了 那你有什麼要辯駁的嗎 我簡單的理由 你看啊你看 所以那這樣是你的錯還我的錯 你怎麼會說很大善的呢 那既然是你的錯那你就道歉啊 我沒有很原諒啊 你道歉我們就可以相當無視啊 不要啊 欸我覺得這不是我咄咄逼人耶 就是發生事情就解決嘛 欸也可以是我的錯 這可能是我的錯啊 只要你跟我說啊我錯在哪裡 你說我錯在哪裡我會改啊 那你覺得我錯在哪裡 不要滑手機 你覺得我錯在哪裡 我錯了個性極八 我錯了個性極八 但是我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沒有 因為我會不高興是因為 這個問題我回答了比方說五遍好了 我回答了五遍 就代表你問了五遍 那問了五遍為什麼你還要問第六遍 那我也要檢討我自己啊 所以你告訴我錯在哪裡 我要去檢討說 那是不是我告訴你的方式是錯的 或者是 我告訴你的方式你聽不太懂 但我都盡量減暖回答耶 紙本出單 馬上報備 隔天生效 或者是線上出單 今天繳費 隔天生效 我都盡量用那種 淺淺一種方式回答你 那為什麼你還要再問我 而且我回答到第五遍了 我才稍微有點不高興 這樣也不行嗎 說話啊 你說話啊 你說話啊 誰對誰錯 嗯 嗯 嗯 如果 欸如果真的是我的錯 你可以跟我講啊 我也不是不檢討的人 但你要讓我知道我哪裡錯 嗯 那我有做錯事嗎 什麼事 不要清楚 你現在是鬼打牆喔哥哥 你現在是鬼打牆 因為個性差 我問你問題 你讓你回我 那以後都不要問你好不好 我問別的啊 我沒有不回你啊 我真的不懂耶 我問我的主管 問題到我主管還兇 那我就隨便說就好了啊 反正出事了你應該收就好了 可是我已經回答你很多次了 而且我不是不回答你 但是你要先把你的問題統整好給我啊 你的問題是 怎麼樣最快 但是我不知道你要出什麼 跟他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他要紙本還是要線上 我都不知道 你那時候第一次回答不是這樣 你第一次就直接不耐煩了 你就直接說 我不是跟你講過很多次了 欸對 那就是問題了 你第一次也講這個了 好 那我已經跟你講過很多次 為什麼你還要問 想要跟你確認一下不行嗎 所以你不確定我給你的答案對不對 我想要謹慎一點 跟你在確認一下不行嗎 好 那也許我態度有不好 那我除了態度不好之外呢 你就個性極端難相處了 自以為是啊 視野到這邊轉啊 我剛剛真的想要讓這個 這個戰爭結束 我想說 如果你說對我 我覺得個性不好的話 我會為此道歉 現在的話 我不可能道歉 因為我如果道歉 我就是 要承認這件事情 我自以為是 如果你剛剛想說 你就個性差 我會說好 那對不起我會改進 我的個性會不會好一點 但你剛剛講一大串耶 我不想承認 那你覺得你錯在哪裡 我沒有錯啊 我小心謹慎求證 我不懂為什麼我還會修 可是我問了 我教了你好多次了 那為什麼你不把他學起來 所以你覺得你都沒有錯 我想要再確認一點不行嗎 你可以想要再確認 好 可是 工作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要點 就是任何事情 都自己先找答案 找不到再問 你有自己先去找這件事的答案嗎 我現在要帶風箭 要走到現在的地方嗎 是不是 那你有沒有做這件事 你有沒有先去自己找答案 找不到再問我 請問一下齁 人就在我旁邊 哪個人的話去找答案 大家都馬上先問隔壁那個 不是比較快嗎 你有什麼問題啊 你可以去看條款 其他都什麼時代 我還要在那邊Google什麼 我自己Google 不然你就活生在我旁邊 我不問你是不是比較快 你可以看條款啊 你有事嗎你 你可以看條款啊 但是你不是來說我在看啊 你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那我跟你講你又記不住 那你為什麼不自己去找他 好 那我們總結一下呢 這件事情大嫂做錯的地方就是 他不思進取 不知道自己找答案 然後又愛發脾氣 覺得就是伸手就可以邀到答案 然後又不願意道歉 那我做錯什麼事 就是我個性有點差 因為我脾氣稍微來的有點快 但是我還是會回答你的問題啊 所以就是說這件事情就是 大嫂 他錯 你要道歉啊 你做錯事你就要道歉 我沒有要你原諒 我幹嘛要道歉 你有事嗎 你做你不要原諒我 反正其實兩個人在同一個職場 就是常常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 如果 真的 沒事不要在同一個職場 對 但是既然已經選擇了 我們要為自己選擇負責 我們還是會自己去尋找 我們自己 可以取得平衡的方式 那比方說 待會就是很轟轟烈烈來一發之類的 不想退負 或者是待會可能帶他吃個好吃 他可能就會氣消了 反正就是找到自己的平衡點 然後把事情做好來 其實我覺得兩個人在同一個職場上 是沒有問題的 但這種事我們真的是 大概一兩個禮拜會發生一次 他就是會這樣很生氣很生氣 因為同一個問題他會問很多遍 而且我相信齁 再過幾個客戶 然後他會再問一次 怎麼樣出單這一塊 我覺得他還是會再問一次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此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加 分享 還有如果想要追蹤我們生活的話 記得追蹤我們IG 我們下次見 掰 掰 其實我覺得我還蠻適合去當律師的耶 我很會帶風向對不對 你就是律茶